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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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晚上好 我现在刚下班回到家 咦 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下班的路上把外卖点好它 就跟我一起到家啦 咚咚咚 这个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家神仙冰粉外卖 绝了 太好吃了 对了我最近鼻子上长了一颗豆 给大家看一下 巨大一颗 有一说一 他们家的土豆也是一绝 就我侄女在家的时候有一天晚上 我们两个都有一点想吃冰粉 就点了这一家 结果出乎意料的特别好吃 这就是我最喜欢吃的三仙冰粉 但它跟乐山的有点不一样 他多加了一个西瓜 他们家的冰粉是手搓的 吃起来真的是那种脆蹦蹦的 口感超级好 三仙冰粉里面的调料呢 就是冰粉 牢糟和小汤圆 这三样 对了我还拆一下今天的快递 其实这两天到了蛮多快递的 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没有边拆边拍 这是两个手机壳 一个是这种紫色透明的 看一下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 还蛮好看的 因为我手机是白色的嘛 所以这个底色看起来就还不错 I'm fine 另外一个就是用有点萌萌的 这个也好看 这是一个桃子的 它还送了一个漆垫 蛮好看的 我知道了 因为这个是透明壳 所以说它的边角是肯定会发黄的那种 然后到时候把桃子贴在这里 就可以用了 然后玩手机的时候就可以在 可以立在这里 不错 喜欢 然后还有一个快递 那我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 这里面是我买的 欧体力的一个保湿的化妆水喷雾 送了一支欧体力的葡萄紫护手霜 这是我第二次买它 算是回购 喷出来的水屋也非常的细 这个葡萄水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最喜欢的化妆水喷雾 就是那种你可以按着喷头 然后它一直出水的那种 这三样东西呢 是我今天去路导买的东西 一个是这种水瓢 我感觉质量挺好的 挺厚的 然后买了两个托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冰箱里面和微波炉都可以用的一个保鲜盒 睡前呢我准备来做一个冷泡茶 就直接把茶包丢到这座水杯里面 然后加上纯净水 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过夜就可以啦 明天见 嗨大家早上好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山竹长得特别的好 我们的冷泡茶已经泡好了 再拿出我的百香果和柠檬片 OK 我的百香果柠檬红茶就做好了 因为它是冷藏的原因 所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再加冰块了 这个温度在夏天和刚刚好 shirts 姐妹们我准备来做我的午餐了 因为上次去长沙出差 我点到了一个特别好吃的外卖 就是卤粉 它粉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主要就是它的调料 反正吃过之后我一吃难忘 所以我就在网上买了卤粉 这是我在网上随便买的恒阳卤粉 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一袋切米粉包 一袋花生包 酸豆角包 白醋包 卤水包 萝卜干包 辣油包 将米粉倒入碗内 加入热水600毫升 把它泡软就可以了 简单 噔噔噔噔 好了 怎么闻起来有一股 酸酸的味道呀 哎呀 还有点硬感觉 再泡一会儿吧 加一颗蛋 这下总行了吧 又泡了一会儿 总觉得这个米粉有一股塑料味 我打算用那个凉水给它洗一洗再吃 它包装真的很糟心 我特意把手上的水分都擦干了 每一个包装袋是能徒手用手撕开的 气死了 啊 这个不是白醋包 这个是油包 闻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不知道是什么油 尝尝 怎么说呢 还行 不实话呢 它的还原度并不高 它样子是还行 但是吃起来我觉得和我在湖南点外卖的差太多了 它里面的酸豆角还不错 但萝卜干呢就太刺了 因为特别硬 再尝尝花生 花生还行 这家卤粉呢 是非常的一般 所以就不推荐给大家了 那么大家有没有什么素食 好吃的卤粉能推荐给我的呢 赶紧在屏幕里面告诉我吧 吉美们呀 现在来拆一下刚刚取的快递呀 吉美们呀 吉美们 当当当当当 这是我买了两罐这个pharmacy的卸妆糕 这个一直都特别火 但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这个包装还是蛮好看的 闻一下味道怎么样 里面有个小勺 里面就像蜡一样的感觉 很光滑 也挺好闻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尝试过卸妆糕吗 因为以前我第一次用卸妆糕 那个时候还在上大学吧 当时最火的一款卸妆糕 是那个巴兰尼 还是叫什么的韩国的粉色盖子的一个 我去我朋友家玩的时候 我就用了他的那个 他觉得很好用 但是我当时用下来的感觉 就觉得特别的油腻 所以从来以后 就再也没用过卸妆糕了 这一次呢 还是没抵制住诱惑 就买来试试 如果好用的话 再跟你们分享 这个是一瓶熟的白芝麻 这个就包了一层这个膜 一瓶木姜籽油 因为从长沙回来 我一直都很想念珊瑚椒花甲毛肚的味道 所以我买了一个这个珊瑚椒油 希望下一次自己在家还原那个味道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柠檬挤压器 我在淘宝选了很久很久 有那种按压状的 有那种手挤的 还有那种电动的 但是我看了半天我最喜欢这个 而且这个很便宜 它这里就是你直接把柠檬或者橙子按下去 这里就有小孔 可以把籽给绿掉 完美 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们拭目以待 快递拆完了 我再跟大家分享两个 我昨天在H&M买的东西 其实已经大半年没逛过H&M 因为我觉得现在H&M的衣服 不是特别好看 我买了一个这种草帽 夏天戴的 可以遮一下羊 但质量真的很差 虽然夏天快过完了 但是我还是一直很想要一个这种帽子 这个帽子79元 说实话不太值 它的后面呢 是有一个这种弹力的 而且不会特别勒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小的斜胯包 也可以当腰包 这个是Villy Eilish 碧莉和H&M的合作 然后它这个这样看确实不太好看 但是它是反光的这么一种材质 我觉得这个包包还蛮休闲的 而且还挺精装的 这个也可以把它收紧了当腰包 这个包是159元 好的今天的快递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 好